香港泽宇永环保教育站举行了开幕典礼 这是大维环保教育站后香港第二个环保教育站 在香港寸土寸金 能够设立环保站是难得的因缘 用垃圾缓清流 在人口密度极高的香港 环保做得越多 生活品质能够越好 泽宇永环保教育站位在人流畅旺的港岛商圈 整体采用竹枝装饰 整齐的鸽子天花板犹如万方福田广招人间菩萨 我们对自己有很大的期许 希望不只带动到人人都能做环保之外 最重要人人都能做好事 拉下红色布曼 香港泽宇所设立的第二个环保教育站 即将展开每周五天的回收分类 结合教育 希望更多人学习把资源再利用发挥极大良能 就像门前这株唯妙唯孝的纸桃花 不但为凋零的桃枝呈现第二春 更祝福大地如春满满的平安 大爱新闻真山美聚工香港报道